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7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赛节纪念活动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台长慈悲心系墨尔本佛友 再次来到墨尔本与大家结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再次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心开变众人心 佛心开变众人心 慈悲喜舍暖人心 弘法度众救人心 想通放下悟人心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美丽的墨尔本 坐拥着花园之都的美誉 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墨尔本的氯化覆盖率达到了40% 四季皆宜的气候 让这里的佛友们 更加充满着佛光普照的生机和慈悲 能再一次到墨尔本来弘扬 中华文化和佛教精髓 法系充满 2016年的6月 澳大利亚遭遇了40年 一遇的最大的灾难 狂风暴雨 八米的海浪 变为海啸 悉尼墨尔本 昆士兰 还有坎培拉 被连续的风暴 摧残的惨不忍睹 有七万五千人受灾 死伤者无数 2017年就是今年的二月 墨尔本的一架飞机 当飞升到30米高的高空 突然失控 坠毁在购物商场的顶部 当场压死五个人 就是在前天 墨尔本发生了一起倒车的悲剧 一位老人意外地撞死了自己的妻子 一个88岁的男子和79岁的妻子 因为他们开车到阿修屋的街 接一位朋友 老人的妻子从前座下车 想把位置让给这位朋友 就在这位老人家绕到车辆后方的时候 他的先生在前面突然之间倒车 将他压死 我们活在世界上 到处都有不可预防的灾难 在2016年联合国灭灾署 最新的报告显示 在过去的20年 全球已经有135万人死与同类的灾害 除了天灾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还有很多的烦恼 忧郁 造成了各种的自杀 现在全球自杀的忧郁症病人 每年是100万 占全球的忧郁症的总人口是4.3 所以平安就是福 我们在现在的社会 想要获得平安和心灵的安宁 唯有通过学佛的智慧和菩萨的慈悲救度 我们才能得到解脱 获得心灵的超脱呀 中华传统文化讲 人生最不能做和最浪费生命的四件事情 第一件 第一件 人最会做的那就是担忧 因为庸人自扰 当一个人担忧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是在让自己痛苦 在为难自己 他每天忧心忡忡 神经紧绷 身心疲惫 第二个不能做的事情 是浪费生命的 就是抱怨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抱怨 一点没有用的抱怨 会让你远离你应该获得的快乐 第三 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埋怨 遇到事情先责怪别人 要么埋怨条件 这在心理学上讲 是一种消极的 不平衡的人生状态 所以被动的人生状态 是缺乏自信 和心理承受力的一种表现 所以不要去埋怨别人 因为埋怨别人 会使自己更加的痛苦 第四 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因为跟别人比较 你会浪费时间 因为一比较 你就会不快乐 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是自己的感受 我们有一位华人来到澳洲 开始住在三房公寓 非常的快乐 觉得很大 有一天 参加了一个party 看到别人家的花园洋房 这么大 从此回到家 开始闷闷不乐 没有比较的生活 才是真实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我们做人 要时刻想着别人 不要在失败的时候 才想起别人的忠告 就有如我们生病了 我们才会想起医生 对我们的忠告一样 不要在失去之后 才想起应该珍惜 在唐代 风干禅时 住在天台山的国庆寺 有一天 他在松林当中散步 突然之间 他听到山道边上 传来了一个小孩的啼哭声音 他寻声一看 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衣服虽然不整洁 但相貌非常的奇微 他问了附近的村庄人家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小孩子是谁家的 这个风干禅师 不得已 只好把这个男孩子 带回国庆寺 等待家人来认领 因为他是风干禅师 持回来的 所以大家都叫他 石德 石德在国庆寺安住下来 渐渐长大 上座 就让他担任 行堂 你们知道在庙里 什么叫行堂吗 行堂 就是天范 时间长了 石德 教了 不少的道友 尤其 尤其与其中一个名叫 寒山的孩子 比较贫穷 他们两个人 相交 圣味 抹泥 就是非常要好 因为寒山贫困 石德 就将 灾堂里 多余的菜 用一个 竹筒 装起来 给寒山 每一天 背回去 给他去用 有一天 寒山 因为在外面 被别人 讲了几句话 他就有点想不通 他就问 石德 他说 如果世间 有人无端地 诽谤我 欺负我 污辱我 耻笑我 轻视我 卑贱我 厌恶我 欺骗我 我要怎么做 才好呢 石德 非常有智慧的 回答说 你不妨 忍着他 谦让他 任由他 避开他 耐烦他 尊敬他 不要理会他 再过几年 且看他 如何呢 寒山 再问道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处世的秘诀 可以躲避 别人 恶意的 纠缠呢 石德 回答说 弥勒菩萨 寄语说 老纳穿破 熬 淡饭 腹中饱 捕破 好遮寒 万事 随缘了 有人 骂老纳 老纳 只说好 有人 打老纳 老纳 自睡倒 有人 拓老纳 随他 自干了 我也 省力气 他也 无烦恼 这样 波罗蜜 便是 庙中宝 若知 这 密宝 何愁 到不了 我们 我们现在 很多人 被人家 讲几句 在家里 被妻子 被先生 被孩子 讲几句 就会想不通 就会非常的难过 惆怅 就是 还是没有 想通 人若 心不弱 人凭 道不凭 一心 要修行 常在道中行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 忌忠的精神 那就是无上的处事秘诀 世界上总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和人的烦恼的事 要想让自己不生气 不烦恼 就要随缘 面对人生 自在地宽容别人 才是为人处事的法宝 生活有时候 就是朝起暮落的轮回 每一天早上 太阳升起 你开始新的一天 有时候人生就是随着 阴晴缘缺的臣服 生在红尘 最重要的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每一天能够早上醒过来 就是你感恩的开始 我们从小长到大 我们有多少人帮助我们 才使我们能够生活到今天 因为感恩 那是人生的阳光和雨露 经常感恩别人的人 他自己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经常能够感恩别人的人 他一定不会是一个恨别人的人 一个不恨别人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慈悲快乐的人 活在世界上 心中不管有多少恩 多少福 有多少愿 记住了 因为台长说了 恨在心中 苦不离生 爱在心中 快乐一生 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会给你带来忧愁和快乐 就像我们很多家庭生孩子一样 孩子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 同时也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 同时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随缘善果 消除恶果 化解恶缘 来帮助你实现幸福和梦想 记住了 在人间的坏事 能够让你取得经验和好事 下次不会再会做错事 也是为了成全你 如果碰到好事了 学会感恩 你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现在的人 个个都很自私 所以连夫妻都很难相处 才会产生更多的烦恼 因为人总是为自己想得多 你如果有一个女儿 你就希望她的婆家 多给她一点彩礼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 你会嫌倾家要的彩礼太多 你有一个儿媳妇 你会嫌儿媳妇事太多 不懂事情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 你希望她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 当你开车的时候 你会讨厌怎么这么多行人 当你走路的时候 你会讨厌怎么有这么多的车辆啊 当你打工的时候 你会觉得老板太强势 太抠门 当你当老板之后 你会觉得这些员工 太没有责任心 怎么这么懒 这么贪啊 当你是顾客的时候 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 当你是商人 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 当你是太太 你会觉得丈夫整天找麻烦 当你是丈夫 你会觉得太太什么都要管啊 所以现在人为自己想得多 为别人想得少 所以夫妻不合 与子女吵架 也是只顾自己的感受 没有感受到对方 挑最伤别人的话说 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暂时的幸福 和解除痛苦 所以人会越来越变得恶 修行就是要修掉你不好的坏心和习惯 修行就是修掉你自己不好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富翁 他有三个儿子 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 这个富翁决定把自己的财产 全部留给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可是到底把财产留给哪一个儿子呢 富翁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 他要三个儿子都花一个月的时间 去周游这个世界 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 看谁做了一个最高尚的事情 他的财产就归他继承 一个月时间 很快过去 三个儿子周游了世界回到家中 富翁把他们叫过来 来 你们三个人都讲一讲 自己最高尚的一件经历吧 大儿子非常得意地说 父亲 我在游历世界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他十分地信任我 把一袋金子交给我保管 可是那个人却意外地过世了 我就把那袋金币 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家人 二儿子自信地说 当我旅行到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时 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 不幸掉到了湖里了 我立刻跳下马 从河里把他救了起来 并留给了他一笔钱 父亲听完大儿子和二儿子说完 冲着第三个儿子说 孩子 你呢 这个三儿子犹豫地说 我 父亲 我没有遇到两个哥哥 碰到的那些事情 在我旅行的时候 我只是遇到了一个人 他很想得到我的钱带 整天想弄我的钱 一路上想方设法地害我 我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上 可是有一天 我经过了悬崖边 我看到那个人 正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下睡觉 可能他太累了 当时我只要走过去 轻轻地抬一抬脚 就可以轻松地把他踢到悬崖下 我想了一想 觉得不能这么做 正打算走 又担心他一翻身掉到悬崖 我就叫醒了他 然后继续赶路了 父亲 这实在算不了 什么有意义的经历 富翁听完了三个儿子的话 点点头说道 大儿子诚实 二儿子见义勇为 都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品质 称不上什么是高尚 而有机会报仇 却放弃 反而去帮助自己的仇人 脱离危险的宽容之心 那才是最高尚的 我的全部财产都给老三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有机会去报仇而放弃 反而帮助你自己的仇人 脱离危险的事情并不多 因为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 真正的宽容和慈悲 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学博的开始了 我们现在在人间 帮助你一起的夫妻孩子 和你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容忍他 何况伤害你的人 所以现实人生 我们每一天和别人结冤仇 让自己会更加的痛苦 所以要学佛 知音懂果才能开悟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个个都享有福 人生享有福 享开就是不 常享饥寒苦 温饱就知足 常思烦恼苦 平安就是不 短暂人间苦 解脱就开悟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要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你有没有智慧的象征 在美国 有一个妇女 她很聪明 她开了一间 中国餐馆 生意非常好 结果边上其他的 墨西哥快餐 印度的餐馆 都做不过她 他们很恨 但是他们很不开心 又没有办法 每天晚上结束之前 他们就把自己的垃圾 扫在中国餐馆的店门口 第二天早上 这个中国妇女店门一开 门口一堆垃圾 如果是一般人 马上就要写信给政府 要骂人了 如果更厉害一点的 可能就会泼妇骂街了 但是这个部女是学博人 她懂英国 她知道怎么样来对待 别人的嫉妒心 她每天早上 一边笑嘻嘻 一边就把那些垃圾 往她边上的一个地方扫 全部堆在那里 几天过去了 她的生意还是很好 结果边上开饭店的人就去问 你怎么生意还是这么好 人家把垃圾堆在你门口 你为什么不拿掉 这个妇女告诉她说 我们中国传统讲 我们中国人每年过年的时候 垃圾都往家里扫 那是财运 你们每天给我财 我要谢谢你们 你们看我生意每天多好 第二天早上一开门 门口一堆垃圾就没有了 这就叫智慧 学博的智慧 是生活佛法化 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的歪心 斜思 斜念 修行就是要修正你自己的错误行为 这样才能开悟精进 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回答问题 看图堂 我看出了有一个听众身上有灵性 是个男的 男的灵性 让他腰痛腿痛 这个听众说他梦见过他 听众承认自己不舒服 闭眼就会看见一个男的 而且前天梦见台长跟他讲了 不过他不记得了 台长还看出他晚上喜欢吃东西 吃薯条等等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我是81年的猴 你身上有个灵性你知道吗 哎呀 我就是想问 想问 我告诉你 你做梦看到过一个人吗 闭上眼睛有 有吗 有一个人 有 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 对呀 对呀 就是前天 我梦到的时候 师傅好像有跟我讲 但是我不记得 你现在知道吗 好了 他现在找我了 你不给他念 哎呀 对不起 我给他念 我给他念 我知道他这两天 让你腰痛腿痛 不怪的 对呀 对呀 我最近也是不舒服 知道吗就好了 我会赶快念的了 师傅 欠债要还 明白了吗 会的 我会的 我OK吗 我的有些什么方面 我要进步的 进步啊 就是晚上少吃点东西 哎呀 胖了 我很喜欢 人有点胖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很喜欢晚上吃东西 晚上吃chips吗 吃那种 吃吃 炸薯条 很喜欢 煮嚼啊 面啊 倒的往嘴巴里倒 最后一点点也不浪费 你好厉害 师傅以前讲我很瘦 然后叫我吃多一点 但是也不要叫你 也不要叫你这么吃法了 是啊 是啊 感恩师傅 感恩 谢谢 在清朝的末期 有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 可能大家对他也不陌生 他的名字叫左宗棠 他这个左宗棠非常喜欢下围棋 他的鼠疗啊 就是他的下宿啊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有一次左宗棠出征前往 另外一个边境 在图中呢 他看见有一个毛舍 就是过去一个草房了 横梁上挂着一个匾额 就是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 天下第一起手 左宗棠不服 来人啊 下马 带我前去与他对垒 路内与毛舍主人 连下的三盘 主人三盘皆输 左宗棠下万旗之后笑道 哈哈哈哈 我看你啊 应该将这个横匾 可以卸下来了 随后 左宗棠自信满满 兴高采烈地走了 没过多久 左宗棠班师回朝 又路过此处 左宗棠觉得非常的 这个好奇啊 他又看到这件毛舍 赫然又看见上面 天下第一起手 那个牌匾还没有拆下来 他又路内与主人说 好 你既然以为你是天下第一起手 让我再跟你对垒三盘 这次左宗棠三盘皆输 左宗棠大感诧异啊 问毛舍的主人说 为什么这次你赢了我呢 这个主人说 大人 上回你有任务在身 要率兵打仗 我不能戳你的锐气 现在看见你已得胜归来 我当然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让了 世间真正的高手 是能够胜别人 但是能胜不一定要胜 他有谦让别人的胸襟 能赢 而不一定要去赢 有善解人力的意愿 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时候我们能够原谅别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 当别人身体不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他闹呢 人生要懂得谦让 聪明不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一定包括的聪明 所以聪明的人得失心重 而有智慧的人却勇于舍得 真正的耳聪慧 那么是耳聪能听到别人的心声 慧明那是看到别人的心灵 记住了 在人间 有时候我们看到不等于是看见 看见不等于你看清 看清不等于你看得懂啊 看懂不等于你看得透 看透不等于你看得开啊 我们经常听别人说 没文化真可怕 其实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是学历吗 是经历吗 是你的experience 是你的阅历吗 都不是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有文化 有底蕴 慈悲的学博人 要用五个内涵来表达 第一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第二 无需提醒的自觉 第三 以戒律为前提的自由 第四 整天为别人想到的慈悲和善良 第五 知无常 破无明的悟性 民众 教理 亲爱观 垃圾 女 萍 凌殘 野